周公恐惧流言日往往千功下事时 假使当年身变死一生真为有谁知 给您续上一杯茶 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听大鱼 话说宋朝 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 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 各位可以登陆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 搜索大鱼茶馆选择收听 这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 咱们说到风云激荡 后咒北征其丹 突发重病 柴荣过床不起 大伙一定记住这一天 公元959年5月3号 柴荣从前线返回瓦桥关 准备下一天的征战 这一天是柴荣命运的分水岭 就像古希腊国王亚历山大 东征波斯得胜 慧宴将士 也像是神话传说中无敌的勇士 阿克利欧斯最后一次冲击特勒亚城门 他们都到了命述终止的那一天 传说柴荣当天 心神积月 纵马池上一片高坡 他要铸马高府 以观六世 是的 他看到了他雄壮的军队 在他面前源源不断的开服战场 也看到了当地的父老千牛举酒来欢迎他 他顺口问了一句 此地何名啊 回避下 古老相传位置 并龙台 柴荣恶然 进而黯然下坡 当天夜里突发疾病 就此时卧床不起 当然了这是传说啊 出自五代师补 但是细查史书 此时柴荣即位已经五年了 五年之中他五次亲征 安马劳顿势必亲功 有迹象表明 就在此次出征之前 他就已经病了 因为有大臣尚书劝他 待圣体烧完之后再行北伐 一步为晚 但是柴荣毫不理会 终于在和契丹文国王决战的前夕 突然倒下了 但就是这样 他倒在了床上 仍然不肯罢休 石油记载 五月四号 有义务节度使孙行友攻破异州 秦获其丹刺史李在钦 属于 陷于柴荣帐下 柴荣未表示绝无退军之意 令压赴军前斩首 五月五日 柴荣下诏 以瓦桥官为雄州 以易金官为霸州 蒸发数千民夫 来修筑霸州的城墙 既以德之 绝不放弃 五月六号 柴荣命大将 李重进捅兵出土门 就是今天河北 霍鲁西南 攻击北汉 进一步削平契丹的援军 一切仍然为了与契丹兵团 决战做准备 但是到了七号 柴荣终于是支撑不住了 他的身体背叛了他 让他知道了 他终究不过还是一个凡人而已 群臣苦苦劝说 他无可奈何 只能回京养兵 临行前 他命令 韩令昆为霸州都部署 陈思让为雄州都部署 各率本部驻守二州 你俩给我守住 一定给我守住 等我回来 我还要回来 这是我们进攻 气丹收复燕云的基地 5月8号 柴荣从雄州启程南归 在30号回到了都城开封 自离京北征到此时返回 总计是60天 但是柴荣的身体健康 已经有了天壤之变 多年的基劳 平时的大喜大怒 让他的身体彻底崩溃了 再也无法康复了 到了6月2号 命运再次给了柴荣剧烈的打击 他女儿突然死了 柴荣是悲动难当 他不懂 上苍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 接二连三的打击 让他了无胜去 柴荣真的是悲痛难当 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在公元959年6月19号的晚上 他死了 带着无尽的遗憾 带着未完的理想 在年仅39岁的时候 就离开了人间 柴荣死了 留下了庞大的帝国 他年幼的孤儿寡妇 以及无数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他死了 谁来代替他 他七岁的皇太子 柴宗逊吗 可怜的孩子 其实以我们中国传统的 祭祟方式 这位已经被确认为 后洲帝国合法继承人的孩子 真实年龄 他生在公元的953年 到现在956年 这个959年 其实只有五六岁 可是后洲的那些个 骄兵汉将 连当初已经34的柴荣都不服 更何况这五六岁的孩子 于是柴荣活得劳累 想死也没法安宁 他得拖着将将垂死 筋疲力尽的病体 给他年幼的儿子 做出种种的安排 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重点 第一 要策利皇后了 他的皇后 本来是大将傅延青的女儿 可惜死在了显德三年 公元956年 比他还先一步走了 他非常怀念 所以一直没再立皇后 但是现在不行了 孩子太小 没有母亲能行吗 不行啊 他思来想去 最后策利了皇后的妹妹 也就是傅延青的另一个女儿 为后洲皇后 想来他会对自己亲姐姐的儿子们 疼爱一些吧 同时也会得到傅延青的权利保护吧 这是一 第二 确立幼子的皇寺地位 在得病之前 柴荣卫士公允 从来不提给自己儿子加封的事 但是现在他一口气 封柴宗迅位梁王 领左卫上将军 封柴宗让为燕公 领左萧卫上将军 并立柴宗迅为国储 哪怕自己死了 帝国也至少有两个继承人在这等着 这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 柴荣要脱孤了 文臣方面 他选择了三位宰相 范支 王浦 魏仁浦 他们都是深受柴荣恩宠的大臣 尤其是魏仁浦 此人没有科班资历 不是进士出身 是柴荣一手提不起来的 可是后来证明这人完全辜负了柴荣 在武将方面 柴荣的安排就有点让人看不明白了 无功无过 他居然罢免了后州军衔第一的张永德的官职 不仅免具其殿前都典检之职 而且外放 让他去做禅州节度使 这等于是把张永德彻底排斥出了权力核心 这太反常了 你要知道这个时候皇帝病危 正是张永德这样常年统兵 深具威望的皇亲国戚出力的时候 柴荣为什么要自断臂膀呢 而且翻阅新旧五代史 完全找不到张永德在这段时间内犯了什么错 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很简单 稍微了解一点宋史的人都知道 原因就是一块长约三尺 藏在一个皮囊当中的木条在作怪 它就出现在柴荣北征幽烟的图中 木条怎么写的呢 史书上是这么记的 说世宗再到 月四方文书 得尾囊 中有木三尺鱼 提云点茧做天子 木条是很平常的木条 皮囊是很常见的皮囊 就因为木条上面这一行字 点茧做天子 非常不巧 后周殿前都指挥使司 大内都点茧正式张德 而且更不巧的是 这发生在柴荣一生事业的最顶峰 也同时面临着最大挑战的时候 关键的时候有人拆台 柴荣为了保持全军的士气 当时把这块木条随便就扔在一边了 不予理会 但是他深深的记在心里了 他一直暗中追查这件事到底谁干的 你猜看那个做木条的木匠到底是谁啊 站在不远处得意微笑的人应该是李崇敬 无论怎么分析都是他的嫌疑最大 因为按照犯罪动机的基本分析原理 谁犯罪谁受益来看啊 张永德倒台 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在职位上 都会让李崇敬大为享受 这不仅仅涉及两人私下里的恩怨 更牵扯到了殿前都指挥使司 与世卫马步指挥使司 马步军指挥使司的权力争夺 这实在没办法 这是后州的先先帝郭威一手造成的 严格的讲 在郭威之前 世上根本没有殿前司 只有世卫亲军司 五代是完全由他来掌握全国的禁军 郭威当初之所以能皇旗加身 禅州称帝 完全是在世卫亲军司的这个支持下才做到的 可是郭威事后有点害怕 越想越怕 他就凭空创造出了一个殿前都指挥使司 把这个禁军军权一分为二 各自互相不同领 相互牵制 直接向皇帝负责 那么由谁来具体领导这两私呢 再没有比张勇德和李崇敬更合适的人选了 你看啊 这两个人 一个是郭威的女婿 一个是郭威的外甥 两个人能力相当 岁数接近 那就连资历都差不多 不是他们又是谁呢 何况非常奇妙的是 出了名的老实人张勇德 还有一特殊小毛病 注定了让这两个不该成仇的人迅速交物 达到了郭威的目的 张勇德啊 有好几张脸 他对上司啊 非常的恭敬顺从 堪称忠心不二 他对下属呢 也仁慈宽厚 非常有德有量 可是对与他评级 资历威望 权力都相差不多的人 他就变得心胸狭隘 毫厘必正了 李崇晋的条件是多么理想啊 简直是事事都符合 条条都达标 再也没有这么般配的了 于是张勇德利用所有可能的机会 一直在柴蓉的耳朵边打小报告 就算在淮南江北之地 与南唐请国交兵的时候 他都没让李崇晋好受过 最严重的一回 在公元956年11月 他居然委派使者 携带着密表 进京上奏柴蓉 说李崇晋有歹心 你这让柴蓉怎么办 得让马儿跑 又不能让马儿去互相咬 难哪 柴蓉最后的反应是既不相信 也不追究 更不做调解 就这么随他去吧 他以一种强者的姿态上 两方面都明白 老实点干活 别闹事 但是就算是想闹事 本黄的也不在乎 只要你们敢 可是战场上的气氛 还是变了 战士们各自拥护主将 变得人人敌对 这时候李崇晋表现得很难忍 他把布下面都留在军营里 自己单人匹马来见张勇德 在张勇德的地盘里两人喝了一顿酒 这才算把危机勉强度了过去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李崇晋都不会善良到健忘的地步 有仇不报 那会影响到心理健康的 机会终究是会来的 李崇晋要干就干了个狠的 点茧做天子 除了张勇德外 没有第二个点茧了 是不是 而且最奇妙的是 柴蓉绝不会因此而询问张勇德 张勇德就算知道有这个事 而且柴蓉很生气 他都不敢主动去解释 就等着柴蓉什么时候气不顺 来一次全面大总结 这个机会还真让张勇德自己给争取来了 这实在是没办法 怪不得任何人 事后张勇德如果要后悔的话 只能说好人难做自己找死 那是在柴蓉因病退兵的时候 路过了他最初的发祥之地 禅州 柴蓉一反常态 把自己单独观的行宫 默默地想自己的心事 可时间一长 外部大臣们都慌了 他们不知道病中的皇帝 到底是死是活 这个时候只有张勇德能进柴蓉的行宫里 大臣们就托他给皇帝带个话 说天下还没有完全平定 四面八方也都是敌人 这里离开封太远 那要真是出了什么事 就是如有不可会 那这是说柴蓉 如果你真就死了 是不是 那天下就不一定是谁的了 乃宗庙和 原文这么说的 张勇德想了想 觉得这些大臣都说的对 想的很周到 于是他就进去把这些话 就跟柴蓉说了 柴蓉听完了 然后才问 说这话谁让你说的 谁识如为此言呢 老师张勇德觉得皇上听高兴了 本来这都是为皇帝着想的好话 他也不能略他人之美 于是就直接承认了 这个永德对以群臣之意 皆愿为此 这是所有大臣们共同的想法 柴蓉接下来的样子 让张勇德摸不着头脑了 就见柴蓉对他打量了很久 尤其对他那张 本来已经看得太熟的脸 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看了又看 最后才叹了口气 然关辱之穷伯 恶足当词 我就知道有人教你这么说的 可惜我看你面向穷伯 不足以当此富贵 说完柴蓉立即起床 返回了京师 从此柴蓉对张勇德彻底绝望了 他也不再担心什么点茧 做天子的木条了 这样毫无心机 头脑简单 直接被别人当枪使 问皇帝生死大事的人 不足为惧 不仅如此也不能把自己的身后大事交给这个人 此人不堪重托 可是舍弃张勇德又能托付给谁呢 李崇敬吗 柴蓉苦笑了一番 如果说张勇德还有些许的慈悲之心 能不杀他的小儿子的话 那么李崇敬的强悍视线 就让他寝室难安了 根本就不能让李崇敬留在京师 那还谈什么交付脱姑这件事 张勇德李崇敬都不行 那么下边还能是谁呢 后来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 张礼之下那幸运儿就赵匡胤吗 但是对当年33岁的后州殿前都指挥使 赵匡胤本人来说 这个消息带给他的喜悦 却远远没有震惊多 喜 喜从天降啊 你想想看 从都指挥使一跃升为都点减 看着好像只升了一级 但是咫尺天涯啊 从全国军队二把手 升到了一把手 那是不知道有多少人 一生都迈不过去的门槛 而他居然在这么年轻的时候 33的啊 各位朋友们 轻而易举的迈过去了 怎能不让人高兴啊 但是京啊 一样的触目惊心啊 你要知道 此次出征幽州 在后州一方 无论是谁 都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大功劳 根本没打什么仗 三官三州 一万八千户 都是以皇帝之威 千军之力 压日相扶的 功劳属于全体官兵 怎么算也算不到 他赵荒印个人头上 可是现在最大的彩头 凭空就砸到赵荒印脑袋上了 这对一般人来说 可以白酒庆祝了 可是对赵荒印 这样的聪明人来说 就应该把这个头衔 当做块大砖头 没道理的凭空而落 脑袋会被砸破呀 那么赵荒印究竟 有没有接受 财荣的托付呢 与之后事如何 且听 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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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